你绝对想象不到,眼前的这个满级大佬竟然会被几只小松鼠打得狼狈不堪。 原因只是游戏更新了一次,导致它连技能都不知道如何释放。 它就是有着腹黑眼镜称号的成灰。 这天,随着大型网游幻境神话新加入的资料片,导致全球数十万玩家被困在游戏中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可是成灰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自己的好基友之际。 在与直击碰面后,由于暂时无法回到现实世界,两人决定组成小队,一起搜集情报了解这个世界。 可是没走多远,几个石头就从他们的面前落下,原来是之前与成灰组队打过副本的小,因为小在现实世界中是女性。 可是当初设定游戏的角色是男性,导致现在行动不变,所以他希望向成灰购买重塑外观的限定药水。 随着小喝下药水的一瞬间,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而此时一个美少女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为了报答成灰,小打算暂时与成灰一同行动,可是一到晚上直击就忍不住开始讲起了黄段子。 第二天,成灰受到自己的好友玛丽姐的邀请,来到了她的工会会,可是没想到玛丽姐如此的热情。 之后通过玛丽姐的情报得知,由于都市之间的传送门停止了运作,导致玩家们无处可去,只能投靠大型工会作为庇护。 随后玛丽姐也希望成灰能够加入自己的工会,毕竟外面现在人心惶惶。 可是成灰由于之前在工会中被作为工具使用,导致她对工会产生了阴影,立马拒绝了玛丽姐的邀请。 看着大街上到处都是失去希望的玩家,成灰也打算在当晚去新手村外面看看。 可是刚出门就遇到十几只小松鼠。 虽然他们三人都是顶级大马,但是由于刚穿越到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释放技能,导致被几只小松鼠打的疼被捕开。 可就在战斗过程中,小竟然释放了刺客职业的大招,虽然她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释放,而一旁的成灰似乎明白了什么,她立马让直接使用自己的身体释放技能。 原来在这个世界中,只要能够确认眼前的敌人,就能通过自己的身体与声音来使用技能和魔法。 通过几天在野外的历练,程慧等人也熟练掌握了这个世界中的战斗基本动作。 可就在这天回去的晚上,有个神秘的黑影一直跟在程慧等人的身后,而此时的小微的练习副职业禁,提议自己作为先行部队进行侦察,并且约定与程慧在南门会合。 原来在这个世界中,不仅有着十二种统职业,还有各种各样的副职业, 而且每个副职业都有各自对应的境,一路上程慧表现得十分不安。 原来程慧一直想着玛丽姐昨天说的治安问题,因为来到这个世界后,由于部分玩家在游戏中无所事实,所以想要靠着野外PK寻找乐趣。 就在程慧与直即来到了洛卡治疗院时,直即被挤到魔法锁链束缚,可是程慧立马就帮助直即去散了锁链。 而此时,从远处走来了几个黑影,原来他们就是专门在野外打击玩家的一伙人。 在程慧释放的魔使下,显示了对方只有四人后,直即与对方的战士展开战斗。 但是对方刺客的第一目标就是程慧,可这很早就在程慧的预料之中,一个精神束缚就把刺客牢牢控制在原地。 而此时的直即也心领神慧,一个定位怒豪将所有人的攻击都转向自己。 眼看直即的血量在持续下降,他们以为自己胜券在卧室,可是他们忽视了远处的奶爸已经被程慧催眠,而且隐藏在周围的法师也被小利落的击杀。 眼看自己大势已去,随即跪在了程慧的面前,希望能够放过他,可是话还没说完,立马拿出了小刀朝着程慧刺去。 刚处理完眼前的麻烦,玛丽姐就打电话来请求程慧帮忙。 原来玛丽姐工会中的一个成员在位于北部的新手昏博眼,受到了当地玩家的压迫,由于现在无法使用传送门,所以他们决定准备带领工会的精英前去解救他。 玛丽姐希望程慧能够在他不在的时候打理工会的方式,可是此时的程慧陷入纠结,因为她知道凭借玛丽姐的实力一定到不了老眼。 而自己又不想与工会承上关系,就在程慧犹豫之时,小河直击给了程慧一个答案,最后决定由程慧三人组前往博野。 这天,为了帮助玛丽姐解救他们在博野的一个工会成员,程慧三人前往了博野,经过了三天的路程,他们来到了类石山顶。 由于是就每天只能齐四个小时,外加地面上怪物很多,所以程慧决定走地下的帕鲁姆隧道来跨越海。 但是进入隧道后发现,四处都是小拉达,由于小拉达的数量居多,程慧迫不得已走入了一条更加老旧的线。 就在他们走到桥的中心时,桥突然发生断裂,程慧也从桥上落入水中。 就在陷入昏迷时,程慧再次看见了以前玩游戏的场景。 原来由于他对这款游戏的深度沉迷,导致他成为了教科书般的存在。 但是所有人都并没有把它视为朋友,反而只是一个随用的工具。 这让程慧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逐渐迷失了游戏的意义。 直到加入放荡者的茶会,程慧才逐渐明白,游戏的意义并不是只有游戏。 而此时的程慧在小的呼喊声中醒来,原来是小在程慧掉落后将他从水中救了出来。 眼看自己身体并无大碍,马上与直击等人继续前进。 可就在快走出隧道时,一只巨型的拉达挡在出口。 程慧眼看出口已经近在咫尺,随即让小和直击进入战斗状态。 在三人的攻击下,巨型拉达的血量也逐渐下降。 就在小得到了程慧出加放增益后,随着他释放的绝命意识,巨型拉达也被成功打败。 而走出隧道后,他们看到了一片从未看到过的风景。 而另一边,由于一个叫迪米夸斯的男人,抱着游戏时的价值观,率领着工会成员在室内横行霸道,导致城市内部的氛围越来越紧张。 由于在游戏中他们不会真正的死亡,所以他们在保野压迫NPC为自己做事。 对于反抗的玩家会被他们无情的反复杀死。 索性色拉达被一个好心人暂时藏了起来,猜得以他没有被迪米夸斯的门压迫。 你绝对想不到,这个19级的奶妈一棍子就把一个90级的大佬打回了复活神殿。 就在刚刚,程慧等人到达了博也的城外,但是根据情报,现在控制着保野的工会是臭名昭著的布里甘提案。 为了避免在城外发生交战,程慧选择在不能PK的城内会合。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程慧让小利用追踪者的技能在他们进城时对周围进行侦查。 随后程慧与直记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宝里,可是进入城内后,看着街道上的古怪氛围,程慧也感到了十分的不安。 就在到达指定会合地点后,程慧让直记守在门口,自己去接色拉拉出来。 可是让程慧没想到的是,救下色拉拉的这个好心人,竟然是自己以前在放荡准查会时的队友喵台。 在经过简单的情报交流后,由于喵台对博也的环境十分失望,随即想与程慧一同回到秋叶园。 而此时,程慧收到小发来的情报。 原来布里甘提亚的工会长迪米夸斯,正在到处搜寻程慧等人的踪迹。 然而程慧在制定好撤离方案后,正大光明地带着斯拉拉走出了博也城。 不出意外,迪米夸斯很早就在城外等着他们,可是程慧一上来就故意挑衅迪米夸斯。 在他的挑衅下,迪米夸斯准备与喵台进行单调比试。 由于迪米夸斯的主职业是五度加,技能冷却极快,在战斗刚开始时就疯狂压制着喵台。 每几个回合,喵台的血量就下降了三分之二,可是此时的喵台进攻反而更加的顺度。 原来喵台的主职业是到剑士,他可以使用各种有着附加效果的攻击。 在喵台的攻击下,迪米夸斯转变为了弱势的一方,眼看单挑不能取胜,他立马让所有人都开始参与战斗。 就在此时,实际突然出现,一个定位怒号将所有人的攻击目标转向了自己。 虽然控制了大部分小龙,可是由于奶爸们疯狂地给迪米夸斯补血重新让喵台陷入了被动。 而就在此时,城会让瑟拉拉释放脉动恢复。 原来瑟拉拉的主职业是德鲁伊,属于恢复性职业。 可是由于瑟拉拉的等级太低,回血速度根本赶不上对面的速度。 可就在此时,实际如同心灵神慧一般,立马释放了监视堡垒。 原来这个技能可在10秒内吸收一切的伤害,而此时城会也露出了滚异的效果。 就在喵台冲向迪米夸斯的同时,城会使用层级锁将迪米夸斯锁在了原地。 随着喵台的连续刺激,晚血迪米夸斯被瞬间打倒。 原来喵台与城会通过卡技能冷却的方式,在一秒内打出了上万点的伤害。 鸟杀了迪米夸斯,可就在后排法师还一脸懵逼时,随着小的出现,他们被瞬间击杀。 眼看大势已去,之前所有被迪米夸斯压迫的手下也纷纷放下武器。 但是迪米夸斯还想要对城会发起攻击,可是被十九级的色拉拉一棍打回了复活神殿。 而此时,城会等人召唤了施救,直接在众人的眼下朝着南边飞去。 你绝对想不到,眼前光鲜亮丽的食物,吃到嘴里就像是被水泡过的饼干一样。 所以在吃的时候只有加入基本的调味品后才能下盐。 来到异世界后,城会等人就一直吃着没有味道的食物。 而这天,他们竟然闻到了烤肉的香味。 就在刚刚,城会等人骑着施救跨越了莱波特海峡。 由于迪米夸斯没有幻想极的骑行物,所以短时间内无法追上他们。 但是随着夜幕的降临,搭好帐篷的城会等人都饿了。 可是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堆看上去很好吃,但是没有味道的食物。 而就在此时,实际突然闻到了一股烤肉的香味。 原来是喵菜在附近的河边烤肉。 城会等人抱着适时的心态,尝了一口。 没想到这个烤肉有着和现实世界一样的味道。 原来在这个世界,想要吃到有味道的食物,就要突破常规的游戏思维,用自己的双手去烹饪食物。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做,还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副职业必须是厨师,而且等级也要到达相应的烹饪等级。 由于自打进入一世界以来,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实际也一不小心把自己吃撑了。 第二天在返回秋叶园的途中,为了避,城会等人来到了一个NPC的农场。 在安顿好住处后,NPC和城会聊起了自己的经历。 听着故事的城会也突然意识到,NPC也有生老病死,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而自己作为玩家,在NPC眼中应该属于怪物一样的存在,因为玩家不仅有着强烈的肉体,而且还可以无限地附魔。 看着眼前打闹的姐弟,城会也想起了游戏时代遇到的两个新手同家。 虽然自己当时非常讨厌别人因为利益接近自己,但是看到他们是第一次进入游戏, 而且非常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所以城会使用游戏中的师徒系统带了他们一段时间。 而此时的他们,正在一个叫哈美伦的共魂,不仅每天被要求交出新手补充等级的经验要预理, 而且还被指使去打怪赚钱。 而就在这天,弟弟外出打怪,由于领队与其他队员的等级差距过大, 导致领队吸引了怪物的大量仇恨,从而使队伍的阵型被打乱。 但是他也不敢顶撞领队,毕竟在这个世界中,实力代表了一切。 第二天,他们再次准备突发打怪赚钱,虽然看见了曾经指导过自己的城会, 但是心想谁又会来帮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新手。 随着他的转身,城会也注意到了他的困境。 眼前的这两个美女,为何如此吃惊? 原来他们的好朋友城会为了要整顿游戏世界的氛围, 问他们借500万金币作为启动资金。 这天,玛丽姐为了庆祝色拉拉安全回到秋叶园, 在工会会馆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 但是玛丽姐的好朋友和利爱塔提醒她, 千万不能将今天的事传播出去。 因为让食物变得有味道在目前的这个世界, 已经算是跨时代的发现了。 如果这个消息被传播出去, 一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风波。 晚上,就在众人都睡下后, 玛丽姐单独找到城会。 原来在城会前往博业的这段时间里, 虽然治安问题得到了改善, 但是由于几个大工会的突然壮大, 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化分。 一边是吞并了数个小工会的DDD, 另一边是有着大量高战玩家的黑剑骑士团。 在他们这些大型的战斗工会面前, 中小型工会的玩家会失去大量打怪链级的地方。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玩家整天无所事实。 虽然两天前几个中小型工会聚集在一起, 商量如何与大型工会抗衡, 但是由于每个工会都只加乎自己的利益, 最终导致大家不欢而散。 而且近期有许多玩家意识到了现在的满级是100级, 所以都萌生了继续升级的想法。 而此时出现了一个贩卖经验药水的组织汉美们, 原来他们打着救济初学者的名号, 搜刮只有新手可以获得的经验药水。 这也让城会突然意识到这个城市正在逐渐扭曲, 可自己也只是一名小小的玩家, 并不能改变什么。 就在城会陷入困惑时,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原来是喵泰, 在喵泰的开导下。 城会也逐渐意识到了工会的本质就是在一起玩的小伙伴, 虽然有着容易衰败的一面,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工会系统的理, 因为每个工会中一定有着为了公分懦默付出的玩家, 而此时的城会也被喵泰的花点醒, 原来自己的身后也有着两个一直默默付出的人, 他们也一直在等着他做出决定。 醒悟后的城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拟音通信, 联系到了被哈美门压迫的实力, 在确认了哈美门的恶行后, 城会表示会将他们解救出来。 第二天早上, 依旧是在那棵大树下, 看着不离不弃的执迹和小伙伴, 城会也明白了, 这可能就是组建工会的意义吧。 随后城会为了改变城市的氛围, 来到了玛丽姐的工会会中, 并且希望玛丽姐能给予自己资金上的支持。 可是城会张口就要五百万金币, 但是玛丽姐工会账上也只有六万金币, 哪怕是工会所有成员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不过五百万, 而此时的玛丽姐也突然意识到城会有了自己的工会, 就在为城会感到开心的同时, 问了城会创立工会的名字。 名字是 记录的自并战 Log Horizon 这天, 实际带着三日月同盟的成员在野外不练, 玛丽姐在工会会馆连续工作了三天, 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城会的记忆。 原来城会想用让食物有味道的秘密变为五百万金币, 由于这个世界没有规则, 为此他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给这个世界创造规则。 由于何利爱塔在现实世界是经济学的硕士, 所以何利爱塔很快就推算出了这个秘密是否价值五百万金币。 在经过精力的计划后, 时间来到了作战开始的前一天, 玛丽姐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工作, 竟然对何利爱塔撒起了娇来。 而此时城会给玛丽姐追加了一份大力, 原来又是需要批复的文件。 在两个腹黑眼睛的压榨下, 玛丽姐也只能无奈继续批复文件。 而一转眼, 直击等人就在野外抓到了许多可以做成食材的动物。 此时的玛丽姐依旧如此的热情。 这让一边的小龙嫉妒得要紧。 晚上, 玛丽姐直接被压在了成堆的文件之下。 而此时, 直击带着喵泰老师做的三明治前来慰问。 原来直击想对玛丽姐的支持表示感谢。 这也让玛丽姐对直击萌生了好感。 第二天, 玛丽姐在街头开了一家汉堡店。 由于飘出的香味, 很多人都围了过来。 可是大家都不愿意第一个尝试, 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无论怎样, 食物就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随着第一个人的尝试, 没一会汉堡店的门口还请尝闹。 而此时这个有味道的汉堡传遍了整个秋叶园。 经过了一天的售卖, 收入了也只有四万美金币, 与五百万的目标还是相差很远。 可是成会没有丝毫的在意, 原来这只是成会的第一步, 而接下来还是重头鞋。 这天晚上, 成会把曾经一起在茶会的宗慈狼约了主题。 由于他有着吸引异性的体质, 白天出门会对他产生困扰, 所以成会把时间悬在了晚上。 可是就在成会提出需要帮助时, 宗慈狼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成会的情景。 这是我见过最会谈判的美女了, 不仅可以轻松拿捏三个大型生产, 而此时秋叶园的另外两个生产工会也陆续前来, 和丽艾塔凭着他们的几句话就看出了他们的心动。 在听说三日月同盟想把新月汉堡的制作方法出售时, 所有人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是商人都是逐利的, 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在听说了这场作战背后的指挥人士成会后, 所有人都想要两个达成这笔生意。 原来在他们的眼里虽然这是一笔收益可观的生意, 但是投入的成本也非常巨大。 如果背书人士游戏里被称为教科书的成会的话, 那这笔生意还是值得一生。 最终三家生产工会达成统一意见, 每家150万金币。 这天晚上, 实际带着甜点来慰问刚刚回来的玛丽姐与伯利艾档。 而此时的成会已经开始布局下一阶段的重点, 原来成会很早就已经知道了玛丽姐他们必定会成功。 随着那一天的到来, 成会向秋叶园所有的大型工会都发出了邀请函, 其中就包括艾扎克的飞舰骑士团和克拉斯提的弟弟。 而受到邀请的克拉斯提和艾扎克, 出于对主办人成会的兴趣, 决定推掉所有的日程去参加邀请。 而这也将成为成会改变世界的第一步。 就在刚刚, 成会通过一份能让食物变得有味道的试补, 从秋叶园的三大生产工会手中换来了450万金币。 而这也就是成会改变城市氛围最为关键的一步。 随着各大工会都非常看重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士成会, 相继前来参加。 由于没有一人缺席, 这也让成会受捧落惊。 可是就在成会提出要整顿城市氛围时, 营建工会的会长威廉认为城市的氛围和他们毫无关系。 毕竟他们是战斗工会, 城市只是一个存钱买装备的敌人。 而且威廉对管理城市毫无兴趣, 随即退出了会议。 可是这一切都在成会的设想之内, 而此时成会提议创建圆桌会议的自制组织来管理秋叶园。 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中不存在任何违法的事, 以至于会发生许多违背道德常识的事, 又加上没有人制定相应的法律, 所以更加让那些不法分子肆无忌惮。 为此圆桌会议要制定一份能有约束作用的法律。 但是克拉斯提一眼就看出了圆桌会议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因为这是个以实力决定胜负的事件。 如果遇到反对圆桌会议的失劣, 这也必将引发玩家之间的战争, 这反而会与设立圆桌会议的初衷被盗而止。 可是成会依旧淡定地举起了手, 原来成会就在四个小时前把工会会馆的所有权满下来。 对于不遵守圆桌会议的工会, 他将会采取拉黑的方式, 让他们永久地驱逐出秋叶园。 因为工会会馆相当于玩家们存钱的银行, 如果被成会拉黑, 这也意味着被拉黑的玩家会丧失在秋叶园银行的使用区。 而这也使得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变相的威胁。 可是在听了成会的设想后, 所有人对成会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而另一边, 成会为了救出被哈美伦压迫的新手玩家们, 一早就通知实力让他们做好逃脱的准备。 原来成会让小在哈美伦的工会会馆门口, 接应逃脱的新手玩家们, 而直击守在大神殿的门口以防意外。 可是在逃脱过程中, 实力被哈美伦的高管发现。 索性东迷使用了摆蛇素质就下了实力。 就在他们逃出哈美伦工会的一瞬间, 哈美伦剩下的所有成员都被关在工会会馆中。 原来成会很早就让小把哈美伦所有的成员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新手玩家全部得到解救后, 对于这种有着种种恶性的功语, 成会剥夺了他们的工会会馆使用权, 导致他们被驱逐出秋叶远。 你见过这样洗房子的吗? 就在一周前, 成会召集了秋叶远几个有代表性的工会举行会议。 在众人认可了建立圆桌会议的必要后, 成会也说出了自己的基本方针。 原来成会想让秋叶远的街道繁荣起来。 为此, 他让玛丽姐把食物变得有味道的秘密在圆桌会议上公开。 因为如果这个秘密被所有人知道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可就在几个战斗工会还在感叹的同时, 作为最大生产工会的工会长道龙表示, 由于另外两个生产工会的帮助, 他们成功发明了原本游戏中没有的蒸汽机。 而这也让他们意识到, 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他们之前玩游戏的世界, 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 因为只要玩家有着对应的生产技能, 就可以利用这个世界的材料, 创造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东西。 在成会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开始, 因为大量的发明会带动大量的需求, 而需求的增加会拉动城市的经济。 这样就可以让紫气沉沉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繁荣。 由于原桌会议的成立并不损害三个生产工会的利益, 反而是给生产工会的创新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所以生产工会最先同意了原桌会议的创名。 而成会还有另外的一个提议, 那就是野外PK, 因为现在大工会占据了大部分的狩猎场, 导致低等级玩家无处可去。 为此, 成会希望狩猎场的争夺还是主要以竞争为主, 但是禁止在城市周围的低等级区域进行PK, 因为与等级低的玩家PK, 完全就属于猎杀行为。 而最后成会提出了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NPC的人权问题。 因为成会已经逐渐意识到, NPC才是这个世界的援助。 如果没了NPC, 城市的基础功能就会陷入贪囊。 而且如果像宝也那样对NPC进行压迫, 很有可能在未来和他们发生战争。 为此成会提议将他们视为玩家给予同等的对待。 随着克拉斯提的认同下, 所有参加会议的工会接连同一组建圆桌会议。 在成立圆桌会议的一周后, 休业园也逐渐繁荣了。 这天, 城会买下了当地的一栋建筑, 作为了工会成员的临时住宿。 而卡拉辛找到了城会, 由于城市的NPC越来越多。 卡拉辛想雇佣NPC来降低人工城门, 但是城会逐渐感觉到, 有一部分NPC正在监视着休业园的一举一栋。 而此时, 玛丽杰与宗次郎等人带着慰问品前来祝贺城会,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原本破旧不堪的大楼已经焕然一新。 原来是在盗龙的帮助下, 不仅重新装上了楼梯, 而且破了全新的地板。 可是他们被如何定价瞒住? 因为现在的经济系统还有漏洞, 很多新的东西没法计算人工成本, 导致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下午, 苗泰班长在满食材的时候发现了在工会会馆周围的东迷和实力。 原来他们两个人都想加入城会的工会, 但是他们又怕自己太弱托城会的后腿, 所以一直犹犹豫豫豫。 而此时的城会愣在了原地。 在苗泰的鼓励下, 城会做出了决定。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游戏世界, 只要有相应的副职业技能, 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 如果是你, 你会在游戏中创造什么呢? 这天, 城会在房间里想着如何用自己抄写式的副职业, 创造出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 而此时的玛丽姐依靠念花的功能, 将所有人都召集到了工会会馆, 原来她想要趁着夏天的到来, 去海边放松一下, 可是荷莉艾塔认为她作为圆桌会议之一的工会长, 还有许多工作要组。 为了让玛丽姐能够去海边放松, 城会想到了一个方法, 原来她想以圆桌会议的名义。 召集40级以下的新手参加集训计划,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新手们快速升级, 还可以让玛丽姐在工作的闲暇时光去海边放松一下。 而第二天, 城会等人在决定新手集训的地点时, 一个装扮奇特的队伍引起了玩家们的注意。 原来他们是东日本地区领主们构成的同盟伊斯塔尔, 其实他们为了得到人类玩家的帮助, 希望圆桌会议的代表参加下个月他们举办的舞会。 而克拉斯提对此感到十分的不安。 可是根据城会的分析, 他们是不会主动对玩家发起进攻, 毕竟无论是从等级和战斗机制, 他们的实力远远低于玩家集团。 经过圆桌会议的讨论, 最后决定由克拉斯提作为代表, 城会作为参谋, 盗龙作为生产工会的代表出席此次舞会。 一个月后, 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了位于宾离宫的横滨之谷宫廷, 接待他们的正式同盟伊斯塔尔的总干事科文。 而此时的克拉斯提展现出了超越周围人的社交牛逼争。 在经过简单寒暄后, 城会也意识到周围都是大地人的贵族成员, 而他们对自己有着相当强的戒备性。 而另一边的实力与东迷在玛丽姐的带领下, 来到指定的集训地点调子城。 在经过简单的休息后, 实力与东迷也将开始他们的集训计划。 没想到在现实世界不会跳舞的人, 在来到这个游戏世界后, 只要在主职业式引游诗人的玩家带领下, 就能够立马学会跳舞。 就在刚刚, 伊斯塔尔的总干事科文, 为了拉近与玩家们之间的距离, 希望圆桌会议的代表能去大厅中央跳舞。 这样不会跳舞的城会和道龙立马拒绝了科文的题。 可是克拉斯提随便找了几个借口, 就让城会老老实实走上了舞台。 就在此时, 和利爱塔叫住了城会, 原来和利爱塔的主职业是引游诗人, 只要在她的带领下, 跳舞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 随着音乐的节拍, 城会也逐渐领悟了这个世界跳舞的诀窍。 第二天一早, 就在城会等人用餐时, 城会提议再派一些支援部队过来, 因为根据现有的情报, 这个舞会将持续十天, 而这十天内会有各个区域的领主前来参加。 根据城会的判断,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作为东日本权力最大的领主, 会来拉拢圆桌会议, 因为自从玩家们被困这个世界后, 基本就没有人会接受大地人的委托。 而那些大地人的贵族们碍于面子的原因, 不愿意第三下四来请求玩家接受委托。 所以在这次舞会中, 他们一定会使用某种手段, 让玩家们心甘情愿接受他们的委托。 为此, 城会让小队领主们的动向进行监视。 而另一边, 石立与东米也将开始他们的集训。 由于这次要参与的迷宫副本内部怪物较多, 所以必须要以团队的方式来攻略迷宫。 为此实力找到了伦迪等人进行组队, 起初在进行自我介绍时, 伦迪就表现得非常自信。 作为23级的他竟然还嫌弃20级的实力, 这也让东米相当的不满。 在还没开好战前会议时, 伦迪就与东米进入了迷宫。 作为新手的他们, 由于对阵型的理解非常不足, 导致作为输出的伦迪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虽然一开始非常的顺利, 连续击败了几只骷髅兵, 可就在走入了迷宫的中断后, 因为东米的冲动, 吸引到了过多的骷髅兵, 导致后排的输出与治疗完全更不少。 他们眼看失败已成定局, 随即逃出了迷宫。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会撩妹的男人了,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自由联盟伊斯塔尔领主之手的孙女成功拿下。 就在刚刚, 克拉斯提等人受到了领主们的邀请, 经过三人讨论, 最终决定由克拉斯提参加舞会, 成会参加技术研讨会, 到龙参加晚宴。 原本成会想借着这次的机会, 好好报复一下上次克拉斯提让他跳舞的仇。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克拉斯提早有准备。 原来克拉斯提之前就注意到, 作为伊斯塔尔同盟总干事科文的孙女雷明西亚, 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导致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 所以克拉斯提决定让公主 上的党剑材人。 第二天, 克拉斯提故意在雷尼西亚面前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并且向周围的勇士提出了一个建议。 姓, 这些勇敢的剑士们, 请你给你帮助最强烈的东西。 帮助? 今晚, 雷尼西亚姓的权利是为雷尼西亚姓。 而大帝人的勇士哪里是九十级克拉斯提的对手? 没几下, 克拉斯提就将所有的勇士一一祭祷。 雷尼西亚眼看事已至此, 只能同意与克拉斯提一起参加舞会。 在凉亭休息时, 克拉斯提一眼就看出了公主非常讨厌贵族中的那些灵人。 而另一边, 在海边集训的玛丽姐注意到了海的尽头泛起了蓝光。 他们不会想到, 这将是他们马上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晚上, 克拉斯提与雷尼西亚共同参加舞会。 悟出意外, 所有人都对雷尼西亚进而远至。 但是两个领主的女儿主动邀请克拉斯提与公主在露台闲聊。 在他们拼命地吹谱下, 克拉斯提一直不为所动。 反而克拉斯提将所有的功劳与优点都转移到了公主的身上。 这也不禁让公主后背发凉。 在送走了他们之后, 克拉斯提告诉公主, 自己在现实世界有一个和公主很像的魅力。 虽然雷尼西亚不想承认, 但是自己的一切已经被克拉斯提看透了。 在克拉斯提的几番公式下, 雷尼西亚向他伸出了手, 可是就在他以为克拉斯提会以骑士的方式闻手时, 克拉斯提竟然是握手。 而另一边, 城会被大地人的研究援吵得头疼, 没想到出来的时候看见了正在练习跳舞的小。 经过小这两天的侦查, 原来大地人只是因为实力的差距去跑完架了, 而且他们依靠的出云骑士团也不见了, 所以这也让他们变得非常不安。 而此时, 随着传送门的出现, 一个神秘的魔法师出现在城会的面前。 这是一个对于玩家们来说没有真正死亡的游戏事迹, 因为在这个世界中, 无论是死多少次, 肉体都会在大神殿里重新复活。 可是作为复活的代价就是每此一次, 就会伴随着失去部分记忆的风险。 原来在这个世界的设定中, 玩家的生命值是破, 魔法值是魂。 在玩家被击败的同时, 魂和破会在分离后重新赏回大神殿将玩家复活, 但是会损失部分经验值作为复活的代价。 可是自从玩家们被困益世界后, 虽然游戏的设定没变, 但是由于玩家已经和游戏角色达到了完全融合, 所以玩家在死亡时, 不仅会损失部分经验值, 而且现实世界的记忆也会随着经验值的减少和缺失。 这天, 尼拉雷克的贤者李刚, 邀请陈慧来到了自己的书房。 原来李刚想和陈慧进行一次情报交流, 因为自从玩家被困在一世界后, 大地人的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陈慧也认为这是一个了解这个世界非常好的机会。 在李刚的介绍下, 原来这个世界曾经出现过三次世界级的战略魔法, 而最近一次出现的世界级魔法就是将玩家们困在一世界中的真正原因, 为了能够搜集到更多的情报。 陈慧与李刚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原来第一次世界级的战略魔法, 是六青鸡为了不让爱祖族受到其他种族的压迫, 释放了毁灭世界的魔法, 而亚人族也在此时盖上。 在之后漫长的数十年间, 以哥布林为首的亚人族对大地人发动了大规模战争。 由于亚人族可以无限复活, 又加上连年的战略, 导致大地人的人口锐减。 为了打扮亚人族, 虽然大地人使用了爱祖族失传的秘法, 创造出了实力很强的古代种, 但是在正面战场上大地人还是节节败的。 而就在距今240万年前, 出现了第二次世界级魔法, 玩家们也就是在此时出现。 在陈慧对游戏本身设定的理解下, 马上就推算出了240万年前正式换进神话公厕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 在与克拉斯提等人进行情报汇总时, 陈慧对死亡会损失记忆的十字字未停, 因为陈慧认为, 这个情报可能会让秋叶元出现动乱, 所以他决定暂时保命。 而另一边, 实力等人经过了5天的集训, 虽然等级有所上升, 但他们还是无法攻略尼波。 为了找到原因, 实力决定放弃半天的训练时间, 让大家彼此相互了解。 在这个游戏世界中, 一个小小的三十级野怪并不可怕, 但是如果遇到几千只三十级野怪, 你会怎么办? 这一天, 实力为了迅速提升队伍的配合, 希望所有人重新进行一次自我介绍, 因为虽然大家已经在一起训练那么长时间, 但是他对所有人的技能以及使用时机根本不了解, 所以他希望依靠这次自我介绍, 将所有人的技能全部了解清楚, 以便在战斗中, 可以将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到体质。 起初伦迪感觉没有必要, 但是经过短暂讨论后, 伦迪也意识到互相了解对团队配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品。 经过一个上午的讨论, 他们再次进入了迷宫。 在初次的实战中, 由东尼在队伍的最前方, 使用武士的挑战把所有骷髅兵的仇恨吸引到自己身上, 而此时后排的伦迪在50灵的辅助技能下, 成功将敌方后排击杀。 最后在实力确认没有后续敌人的情况下, 所有人将骷髅兵全部打败。 通过这一次的成功, 他们也意识到, 队员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团队配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边, 陈慧还在想着如何利用自己抄写师的副职业, 创造出这个世界没有的道具。 原来他已经通过使用高级材料做出了高级的卷轴, 可是这个卷轴又有什么作用? 这也让他陷入了迷茫。 而此时, 实力通过念话的方式联系到了陈慧, 原来他们通过这几天的团队配合, 成功打败了迷宫最深处的宝。 而且他们的团队配合也越来越熟, 而此时的陈慧也意识到, 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没有意义, 为了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 他要继续向前。 而这天晚上, 五十灵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伦迪的好友, 可是无论是怎么添加伦迪, 都没办法成为好友。 原来伦迪是大地人, 由于玩家们被困一世界后, 大地人也发生了变化。 但是伦迪希望五十灵不要告诉别人, 因为他是打心底理想成为冒险者。 第二天, 海面上的蓝光越来越近, 接到通知的小龙等人迅速赶往海边。 就在此时, 从大海中出现了无数的沙化鱼人, 虽然每一只等级不高, 但是数量有几千只。 由于海边新手较多, 小龙让玛丽姐带着新手玩家先行撤退, 自己与几个等级高的护卫吸引周围所有沙化鱼人。 就在刚刚, 由于集训帝被大量沙化鱼人袭击, 为了能够保护新手玩家, 小龙带着几个精英成员在海边阻止沙化鱼人的前进。 而此时在宫廷的城会也突然注意到, 许多贵族们慌慌张张地跑向了总干事的房间。 原来有大量的哥布林军团对大地人的领地发起了进攻。 而此时喵泰也在集训点的附近, 发现了一个由数千只哥布林组成的哥布林军团案。 喵泰在与执继等人会合后, 通过实力得知, 玛丽姐带着新手玩家已经撤退到宿舍, 随后直即决定先与玛丽姐进行会合, 再考虑如何撤退。 而另一边的陈惠得知了这个情报后, 立马召集了所有圆珠会议代表进行了一次远程会议。 根据现有的情报得知, 桑托利福半岛遭到了大量沙化鱼人的寂寂, 而在北面的森林中, 有一支以哥布林为中心的侵略部队, 兵力可能达到一万甚至更多。 根据陈惠的猜测, 这次亚人族的大规模侵略, 可能与哥布林王的回归活动有关。 因为这原本是在游戏时期没两年一次的大型活动, 但是由于在大灾害后, 所有玩家都在想着如何在一世界生存下去, 不仅没有讨伐过哥布林, 而且也没有在规定时间打败哥布林王, 导致哥布林族的兵力在短时间内扩张了十倍。 虽然如果集合秋叶元的所有玩家, 应该可以完全击退所有的哥布林军团, 但是大地人没有对应的兵力可以与哥布林军团对抗, 而且他们所依靠的守护神出云骑士团也已经消失。 会议结束后, 成会让宗次郎带领西风旅团的少数精英, 来宫廷保护大地人的这些贵族, 这样既不会让贵族们产生戒备心, 也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 眼看克拉斯提有了主动消灭哥布林军团的想法后, 成会把死亡会粉饰地义的秘密告诉了众子, 原来克拉斯提很早就隐约地感觉到了, 因为他作为战斗工会的工会者, 起初被困一世界后, 为了能够适应这个世界的战斗方式, 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训练。 虽然自己死过几次, 也意识到自己有部分记忆缺失的情况, 但是这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产生影响, 所以他并没有特别的在意。 另一边, 直击与玛丽姐会合后, 他们在山的阴影处发现了大量的火把, 原来是哥布林军团中的掠夺部队, 他们可能想袭击最近的吊子镇, 将那边作为自己的粮仓。 为了保护吊子镇, 实力提议由他们小队作为冲锋小队对周围的村庄进行侦查, 可等他们到达的时候, 村庄已经破败了卡, 这也让他们加深了要保护吊子镇的想法。 为此, 实力向玛丽姐建议, 你绝对想象不到, 就是这样一个懦弱胆小的公主, 她竟然会成为未来大地人与玩家们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桥梁, 这天, 陈惠等人还在商量着是否出兵帮助大地人的同时, 大地人的贵族们在他们的会议上炒成了一锅粥, 因为他们既想让玩家们出兵, 又不想欠玩家们的人情。 可是此时在凉亭休息的公主, 听到了贵族们对于战局的判断, 原来他们的守护神已经消失, 为了能够打败哥布林军团, 他们打算牺牲其中一个领主的领地来迎击哥布林, 而公主也意识到了现在事情的严重性, 随即找到了刚被召集开会的克拉斯提等人, 虽然克拉斯提希望公主回到自己的房间, 继续她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是公主却一反炒菜, 就在克拉斯提等人在与贵族们开始会谈时, 陈慧明显感觉到了他们一直含糊其词, 不愿意挑明重点, 为此陈慧率先发起了提问, 这一提问把所有的贵族们问的是哑口无言, 而此时被逼急了的贵族们一致要求秋夜园的玩家出兵解决这次的危机, 理由就是玩家们有着不死的能力, 听到这里的盗龙突然愤怒了起来, 第一, 我们没有自由都市同盟的领主,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时, 公主推开了会议大厅的门, 她带着坦克的心情一路走到了克拉斯提的身边, 原来她想要与克拉斯提一同前往秋夜园, 由自己招募志愿者部队打败哥布林军队, 而此时的贵族们都陷入了沉默, 因为他们都不想由自己来充当与玩家们沟通的桥梁,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公主竟然把出云骑士团消失的情报全部说了出来, 这也引起了贵族们相当的不安, 因为在公主的眼里, 每位秋夜园的玩家都是自由的, 如果想要让他们出兵帮助大帝人打败哥布林, 那么就必须要进到相应的里数, 克拉斯提看着眼前原本懦弱的公主, 在重大危机面前能有如此的担当, 只好同意与公主一同前往秋夜园, 而公主的举动也让城会着实灵想, 但这正是破局的最好办法, 因为哪怕是圆桌会议同意出兵, 但也不足以出动整个秋夜园, 因为每位玩家都是自由的, 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前往, 而公主愿意以一个请求者的身份前往秋夜园, 争取所有玩家们的同意, 所以他将会是拯救伊斯塔尔的一位英雄, 眼前的这个人有着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体质, 因为在他的所到之处, 都会吸引周围所有的女性对他主动搭讪, 这一天, 公主在克拉斯提的陪同下到达了秋夜园, 为了召集玩家们, 克拉斯提选择先去一次工会, 而公主在城会的带领下来到了卡拉辛的仓库, 原来城会很早就联系了生产工会的卡拉辛, 在他的精心挑选下, 给公主选了一身非常好看的女武神装束, 而此时, 随着城市中心大量的灯光亮起, 所有人都朝着灯光的方向聚集了滚, 原来城会将在这里对现在的战狂予以说明, 而细心的公主在后台发现, 似乎每位玩家都对战士相当的熟悉, 此时, 在灯光的照耀下, 公主来到了舞台的中央, 在公主一番推心之处的演说下, 她的请求得到了所有玩家们的一致认可, 让城会没想到的是, 这次公主的演说召集到了1200名玩家, 由于暂时不能断定哥布林接下来的走向, 城会打算速战速决, 为此她让克拉斯提带着第一批的高战玩家, 乘坐最新研发的蒸汽轮船, 直接前往哥布林军团的中心地带进行歼灭作战, 而自己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前线位置建立参谋队, 另一边, 伊斯塔尔同盟的总干事柯文邀请道龙一起共进舞台, 原来由于公主的这次独断专行, 可能会导致伊斯塔尔同盟的封链, 但是为了能够稳住大局, 柯文想要将圆桌会议视为一个国家, 通过签订互部侵犯条约与通商贸易条约, 将圆桌会议视为同盟国来对待, 而公主将会成为这次事件的全顾负责人, 此时, 随着蒸汽轮船的起航, 克拉斯提在甲板上把众人召集了起来, 众所周知, 戴眼镜的人全都是怪物一样的存在,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大核服务器里最强的战斗指挥之一, 就在刚刚, 克拉斯提带着大量的高战玩家挡在了哥布林军团的面前, 在一群九世纪大佬的攻击下, 大量哥布林悉数被击败, 可就在此时, 远处出现了两只增援的八十级山丘巨人, 随着克拉斯提的手令挥下, 受到魔法攻击朝着山丘巨人射去, 其中一只山丘巨人直接暴毙, 虽然另一只山丘巨人成功对克拉斯提发起了攻击, 但是克拉斯提一个月起, 不仅躲开了攻击, 而且一刀就把山丘巨人瞬间击杀, 而另一边, 成会在建立了参谋总部后, 通过语音通信, 不停地将信息传送到各处, 这也让后面陆续抵达的部队对战况有所了解, 但是看着地图的成会还是感到了非常的不安, 虽然克拉斯提带高战玩家在对哥布林进行包围歼灭作战, 可是一旦海边的吊子阵被攻破, 正面战场对哥布林的包围网也会随之崩溃, 而此时在大潮的实力突然看到远处泛起了大量的难关, 原来这是杀化鱼人的第二波攻击, 而且这次的数量可能有上千只, 在所有人的鼓励下, 玛丽姐决定带着众人死守吊子阵, 而成会得之后, 立马要求集飞号加速赶往吊子阵进行支援, 而此时的东民与实力等人经过前几天的聘训, 不仅个人实力得到了飞跃的提升, 队伍之间的配合也变得更加的默契, 而这一切都是实力在队伍中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因为他在指挥所有人的同时, 把玉笛顺序和击败顺序, 全部编辑成了大家能够听的懂对人聚, 在他的指挥下, 所有人都可以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就在此时, 刻意有一对哥布林进入了警戒区域, 为了能够消灭这股小部队, 实力等人立马前往进行歼灭作战, 经过哥布林连续的几门进攻, 实力等人的魔法职业已经所剩无几, 而就在此时, 天空下起了云, 随之而来的还有少量的哥布林都队, 在两头恶狼的连续攻击下, 东迷的血量下降得非常之快, 虽然瑟拉拉把所有的治疗都加在了东迷身上, 可是还是架不住两头恶狼的攻击, 就在实力不知该如何是好事, 伦迪抓住了其中的一头恶狼, 在两头恶狼的挣脱下, 伦迪在远处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使出了自己最后的魔法, 就在众人赶到时, 伦迪已经陷入了冰死状态, 为此, 瑟拉拉与实力轮流释放了复活魔法, 可是伦迪依旧处于冰死状态, 原来伦迪是大帝人, 玩家的复活魔法对大帝人无效, 就在众人陷入失望之际, 实力把最后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成会的身上, 助手, 助手, 请不要加'. 最后我需要强手、 太强手, 太强手他, 太强手他, 是必要的。